来看一道一年级暑假作业题 很多家长跟我说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讲 你先一定让孩子认真的读两遍题 让他知道这道题在干什么 两位数减两位数 错把减数十位上的四看成三 个位上的五看成六 结果得五十一 让你求正确结果是多少 让孩子明白这道题其实是在做减法 而减法里面有一个被减数 减掉减数等于差 再接着给他分析 他是把减数十位上的四看成了三 个位上到五看成了六 你可能会想把减数看大了的话 那结果就会变小 如果把减数看小的话 结果就会变大 你这样给孩子讲 一年级的孩子他一定听不懂 而这道题里面把四看成三 说明四是原来正确的十位上的数 那他就是错的 同理个位上的五是对的 六就是错的 而最终的结果五十一也是错的 那接下来的方法就叫做将错就错 我们把错误的数写上 你看十位是三个位是六 所以错误的减数就是三十六 而错误的结果是五十一 那说明原来的那个被减数是多少呀 五十一加三十六等于八十七 这个才是原来正确的被减数 而正确的减数是谁呢 是四十五 所以我用八十七减去四十五等于四十二 那这个四十二就是正确的结果了 刘老师总结一下 做这种题的时候 对于第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你千万不要给他讲减数变大或者变小 会影响结果怎么样 他一定听不懂 如果你能按照将错就错的方法讲出来 孩子一定能够听得更清晰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